拜託 lu大淵 全新一季 帶來了特別的企劃 我不覺得你很老跟在黑票 … 哎呃 WOW 好究竟!! 歡迎收看拜託 lu大淵 全新一季 帶來了特別的企劃 帶著我的朋友們 開著車 去探訪當地的美食 如果你知道你家附近有什麼好吃的美食 記得在下面留言或是私訊我 好 第一集呢 我歡迎我的好朋友 Tipsy 你是不是都沒有好好的來逛過木柵 我對木柵的印象就是 網咖最好吃的東西是網咖的厚片 好渣喔 我今天就是特別的想要來帶他來看一下 我從小生長的地方 分享一些以前我在這邊的故事啊 有趣的事情給他知道這樣子 不用建議他帶我去吃真正木柵 代表性的一些小吃 就是我從小到大吃了 我們稱他木柵三寶 期待 不用期待 這個節目呢就是會一直這樣子拍 一直拍一直拍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不回家 對木柵的印象是什麼 蠻長去的但是 完全不了解 沒關係 我們今天帶你來回顧我小時候 我出生的地方 街訪鄰居們 所以你要帶我去認識你 從小到大生活的一些角落 吃一些東西 那些都是你從小每個時期吃的東西 不只是好吃啊 我覺得還有很多是因為 從小吃到它是一種 就是味藍 回憶啊 對我覺得就像每個地方都有辦法玩一樣 可是大家都會吃 屬於它自己那邊 心目中最好吃的永遠是那間 喔 動物園 看到動物園就表示木柵要到了 對 這個好像是大家的既定的印象齁 這不是既定印象 這是事實啊 可是如果我從南邊上來的話 什麼桃園夜清店 我們是看不到動物園這三個字 那就沒辦法 他就不知道木柵要到了 所以木柵人真的會很困擾大家 講到木柵就只知道動物園嘛 所以這件事還要 因為我覺得有動物園是應該蠻驕傲的事情 我會覺得下一條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那不是我早餐 蛤 什麼意思 今天它五點半開 有時候五點就有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我們可能 玩很晚啊 或者是凌晨的時候睡不著覺到早上才睡著的那種 所以我必須覺得 嚇一跳很屌的一件事 它的LOGO是一個 稻本的米柵 你們這邊認識嗎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LOGO耶 我覺得它就是很簡單 用好像是 紅色的字寫 嚇一跳這樣子 也不一定 你順便那隻不叫米柵 它有自己的名字 小夏 米夏 通常喔 我都是 它剛開店的時候來買 因為還沒睡覺 大家是把它當早餐 它是 當宵夜 因為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 很嘻哈的是 對 平常都吃 豬排蛋又是紅色蛋 對沒有錯 這是我平常點 不要覺得我在猴爛 真的啦沒騙你 你等一下試試看就知道 我說真的 我怎麼會帶你來吃嚇一跳 就是因為那個 嚇一跳它會在我們國中對面這樣 老老闆它本人呢 它就叼著菸在那邊煎肉排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在想說 那個胡椒粉到底是 嚇一跳會告我啊 現在全面禁煙啊 但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特殊的感覺 就像 小時候打網咖的時候 可以抽一那件事情 那就是 屬於那個時候的風氣 這是我以前讀的學校 木炸國中 那還有誰來讀這個 瘦子啊 這問是誰人家樂度啊 那還有誰啊 就講瘦子好 因為萬一也有別人讀這個 然後結果不知道這樣子 都拍誰了 也尤其是那個人的最高學歷啊 那是你的最高學歷 我有讀高中好不好 不是我有一次查 文基牌公 不知道為什麼要查 結果發現上面寫它 最高學歷 木炸國中 我超級生氣耶 那我高中學費怎麼講 有什麼意思啊 從此之後我就一直笑他 我跟你講我有讀高中 我跟你講有機會的話 下次再拍一集 有帶你去我們高中那邊 他們會不會不承認 我現在不跟你們講 我讀哪一所高中 真的是 怎樣 學校會不會不承認你啊 學校會不會不承認你啊 我現在帶你們去那個 我平常有時候買完 嚇一跳的時候 就是會去那邊吃早餐的地方 希望那邊 大家可以一直去那邊打卡 打到知名景點 大運會在這吃早餐這樣子 走 我跟你講那些 我很常看到那些那個 試車的影片 他們就來這邊停車 然後停在那邊 你在那邊講解 對在那邊講解 我們今天沒有要講解 我們今天坐在那邊吃東西 不錯 我跟你講平常 我真的就是會買早餐 然後來這邊吃 是不是有點浪漫啊 那是精神武術啊 不是不是 那是林木銀樹 我平常就是坐在那棵樹下 那棵樹下 對對對 啊那個有時候下午之後 會來這邊 來聖誕部啊找到靈感這樣子 木炸的生活 就是這麼愜意 什麼都不說先坐下 很經典啊 你吃吃看火腿蛋 火腿蛋是我自己也還蠻喜歡的 這火腿蛋我覺得 我會嚴格看待它 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耶 胡椒的味道會不一樣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美乃滋沙拉 對但我們 你剛剛說多一個味道就是 它多刷了一層奶油 老闆娘喜歡的 真的耶 難怪它有多一個香味 你仔細吃一吃 你不覺得你很像在 喝個牛奶湯的感覺 欸真的耶 真的耶 我從我國中的時候 我就一直誤會到現在 真的耶 重點來了 它冬天的時候會賣 玉米濃湯 現在是火腿蛋的味道 可以買一杯運用 然後試試看 真的很有趣 真的耶 好屌喔 我吃的是那個豬排蛋 蠻多人喜歡吃 我很多朋友喜歡吃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雞排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有時候 這稍微餓了一點 就會吃豬排蛋 火腿蛋跟雞排蛋 三個一起吃 你就等於吃了一個 超級總會 因為現在它很小 我不是說 我很常來這邊吃早餐嗎 我現在這樣買完 走出店面就吃完了 我還沒走 我還沒走到這裡就吃完了 所以我來這邊都走路耶 早餐吃完了 那時間差不多中午了 中午有什麼好介紹 不是才告訴我 怎麼又餓了 穩定表現啊 不喜歡吃燒辣嗎 燒辣 不喜歡燒辣 好我帶你去吃一家 我從小吃到大的燒辣 我覺得啦 木柵一名 number one 在你心目中的排行榜 真的 在木柵生活 超過一段時間了 對 然後這一間就會在他們心目中 是有一定的地位 沒錯 最好吃又大碗 我覺得它這個避震器 說真的 我覺得做的蠻好的 我也覺得 可以用Q來形容嗎 對 軟Q 對 因為那個什麼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跑車好像就是會硬啊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平常 我覺得也可以代步的車 我覺得 坐這樣下來我覺得算是舒服的 對 我直接這樣跟你講啊 瘦子都吃叉燒燒肉啦 好 那叉燒燒肉 那我來會問你推薦的 我哪有穿好四套大 真的 我超愛吃燒肉 我現在吃十塊燒肉 可以啊 要循序堅定 因為它很多外面燒肉皮沒那麼脆 它是咬下去有烤的感覺 我直接跟你講啊 過三節它基本上燒肉是賣完的 買不到 今天是老闆娘特別留給我 你靠關係 因為它很多外面燒肉皮沒那麼脆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很神奇是 我上邊他已經吃了差不多二十幾年有啦 二十幾年來沒有換過東西 怎麼知道嗎 高麗菜 它即使今天高麗菜再貴 還是給你高麗菜 老闆捏著藍趴 也要買高麗菜炒給你吃 要不然你會覺得沒有高麗菜就少一味吧 對 而且它平常有菜脯 然後有高麗的那個 醬瓜那種 它要換口味 我從騎假拉車買到騎摩托車 從騎摩托車買到開車 真的就是從小到大 因為我們家以前手都住前面一點 我爸媽跟附近鄰居他們很喜歡玩桌遊 真的假的 桌遊 你小時候他們就玩桌遊 室舍台 好也是桌遊 他們喜歡玩桌遊 藝之類的 我們家有在收取一些服務費 組織團康活動 然後我媽就會提供山菜 拼捷貝跟夥食貝啊 有時候玩著太刺激的時候懶著煮飯 我就要出來買便當 你就負責來賣 我就來這邊買 那這個真的是你那個從小到大回憶 所以還每次人家問我說 木造有什麼好吃 我又說養成 辣椒是什麼 辣椒就是平常老闆娘她會去山上把辣椒下來 然後只要一碗醬油裡面 老闆娘沒有火熱 我相信你 對 你剛剛有說你平常都點什麼飯嗎 不用說老闆娘知道 不是啊 那你要跟大家講 我喜歡吃三寶 因為三寶裡面有糟肉 就是她剛剛單點這個 她內行她知道 她這邊要吃糟肉 因為理論是哪裡 然後只要好像好吃的燒辣店的燒肉 其實都是很搶手的 有點是每天限量 他們家便當很重 簡單來說 你國中在發育的時候 吃一個便當就飽了 九小時在吃了 你國中吃會再加飯嗎 其實我加飯一路加到 二十幾歲 加飯不用吃了 要喔 可是很大碗 太怕了 我是長大了怕了 不能再加了 我剛剛在社長跟你講 那種完同胖胖組啊 他就坐在這對面而已 那他一定常吃 他今天一定很想念 如果他有看到這一集的話 可是現在不知道他人在哪裡你知道 沒關係 我們就請下一集的來賓 為我們解答 完同胖胖組 到底去哪裡 像他就知道我們完同 其實是一群人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就完同只有我們三個 可是完同其實從小到大 我們國中就開始完在一起 我們是一群小男孩 我根本就叫完同嗎 因為高中的時候其實就知道你們啊 真的假的啊 我們民生打這麼遠啊 沒有啊 因為以前那個啊 吳仔有遇過 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陪我朋友去 喬治門口 要接我朋友的時候 就看到瘦子放學走出來 沒有看到你 因為你沒有讀高中 我真的沒有讀那一所 我不是讀那一所的啦 我跟你講網路三天選 就一定是一直去找那一所 找我的名字找不到 因為我真的沒讀那一所 他們就覺得你沒有讀高中 對 真的有讀書啦 我有讀高中啦 我差點考慶大學耶 燒肉換成叉燒 三保故隅吃飲 有紅燈嗎 有紅燈回轉 轉紅燈 不打方向燈 轉彎不讓執行車 羈押燒肉是三保 羈押叉燒是 招牌 有燒肉是三保 好不好這樣講 這樣講就知道了吧 我覺得它是 用燈時間要拉長一點 我吃的很疲憊 它兩邊很好吃吧 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你還是把它吃完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跟它 這課題是甚麼啊 對啊 嘴巴說不要 身體就是很真實的嘛 微笑弄牙裡 床上笑不敵 六點半前就賣完了吧 六點半 它五點半開啊 六點半前就賣很快 老闆們不是在等你的啦 那如果你遇到那個三節的話 那更不用去想 就是沒有燒肉絲 燒肉絲 真的啦 我今天不用介紹 老闆娘她也覺得沒有差 真的啦 她一直覺得很煩 就是每天剁肉 剁這樣一直剁一直剁 老闆娘那個表情 應該是跟他們一樣的 感覺是第一次聽到 不是啦 老闆娘 微笑肉壓低 賺錢賺五點 我是今天第一次在這邊講這麼多話 我平常就自己坐在那邊就吃吃就走這樣 我平常不敢不敢不敢 不是你平常一個人在那邊吃 然後一直這樣講話 也是蠻奇怪的 他們不是這樣認識我的啊 欸吃飽喝足了 我待會兒帶你去逛逛木炸 喂 上下跑車就是要這樣輕鬆鬆的 這裡就是那個鮮奶饅頭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 常常跟我爸媽們爬山 我們從木炸 只是從河堤一路慢慢走上來 走步道 真的啦 走步道爬山 四個小時真的 你走上來他會有那個啊 貓空會有那個 接駁巴士 你剛剛進去問說 饅頭賣完是不是 對 他說只剩月餅 而且的確現在就是 疫情關係 比較少人上來 你還有別的店可以到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我剛剛會講 會推薦你們這件是因為 那個小時候在這附近爬山這樣 那你都吃什麼饅頭 鮮奶饅頭啊 芋頭饅頭跟黑糖饅頭啊 小的喔 大的我不吃喔 我都吃小的 我爸那今天吃不到饅頭 好那我們去下一個店 沒有關係 現在來要貓空 我的地盤 會讓你兩手空空回去 我帶你去找我另外一個 在這邊是 在地的老江湖 藍姐 藍姐 該不會就是傳說中跟著丈夫 重拔辛辛苦苦養大四個孩子 後來開始賣插櫃 至今已經看了快20年的藍姐吧 沒錯就是那個藍姐 對 你看我一講藍姐每個人都知道 真的我身邊每個朋友講藍姐的 一定會把剛才那段講出來 沒錯 是不是你今天在播音樂啊 好像有碰碰碰的 瘦子在唱歌啦 瘦子在車上喔 瘦子在唱歌啦 瘦子在車上喔 我們這個插櫃也就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至今已經開了20幾年了 我說這樣我們就更新了 已經快30年了喔 要30年了齁 今天有插櫃嗎 我吃鹹的 菜不比的 兩顆好了 我們以前爬山就這樣一路 張呼呼呼都要這樣爬上來這樣 旁邊就是中山寺 你不信我也藍姐 藍姐 你看有喔 小時候我們就是從鎮大 然後一路爬到中山寺 然後再繞過來這邊買藍姐 差太貴了 現在的饅頭是去景南宮 不容易就要買不同的東西 來 謝謝喔 我剛才一講到 在車上一講到藍姐 你就立刻知道藍姐是誰了嗎 沒錯 剛才得知那個 現在茶要換藍姐的小孩們在種 一個種紅茶一個種鐵觀音 然後都得冠軍獎 藍姐就不用介紹了啦 江湖上誰不知道藍姐啊 對啊 大家要藍姐耶 沒錯 喔很Q啊 而且它以前裡面的那個菜脯米超香 很開脯 我個人是會吃鹹 我們在地都是吃鹹的啊 像我們那種比較年輕的人 喜歡吃花生嘛 對不對 你今天都沒講話真的 搭官就想聽你講話而已 他好像那個藍姐花生 好像是自己用手炒的 你也知道吧 對啊 他所有東西都自己用的 藍姐跟你講他自己開都下山 厲害了吧 因為他還有菜脯米裡面那個 菜脯米裡面 顧名師裡面就是菜脯跟那個 蝦米喔 有蝦米嗎 沒有 誰不知道藍姐賣的是素的菜脯米呢 藍姐你這都幫你手工做的嗎 手工做的 炒過裡面炒是什麼 什麼炒啊 炒比較炒 不然有說炒比較過 對啊 你自己煮的嗎還是 不是啦 夾新的啦 夾新的啦 夾新的 夾新的 野生的炒過我們吃過 我問你們 他那個炒是野生的炒 他們去拔的 山上拔的 你這已經炒了 不用啦沒關係 我炒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還沒啦 還沒啦 年輕人啊 今天沒事之後歡迎大家 上來冒空找藍姐聊天 藍姐很好客 一開始說是要來介紹就是我生長的環境 結果從到底我們都在吃東西啦 不意外啦 不意外齁 因為看得出來你從小大家就喜歡吃好吃的 沒錯 然後我剛才也說了不能讓你 雙手空空的回去 沒錯 外帶藍姐回家 繼續客 我覺得今天感覺蠻好 因為就等於是台北市近郊 就是有接近大自然 然後又吃一些好吃的我覺得感覺蠻好 很不一樣的選擇 因為大家可能就想要台北市近郊 上陽明山啊 什麼外山西什麼的對不對 有時候大家會忽略我們南邊這一塊的毛孔這樣吧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玩 帶動當地的經濟啊 其實複子有這些店啊 今天是只能拍一天欸 不然實際上真的 光木炸我覺得 我就可以拍一季了 反應好 就每個人都帶他光木炸 每次都吃不一樣了 好 今天有很多梗 很多故事 下一集的來賓 再來解答 那我已經是懂了 沒有我們前面講的時候都有講啊 就是我們每講一梗 我們都會說 下集會來解答這些事情 今天就這樣囉 讚 Peace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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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